前面讲过活 见性是不亦曾经活的 活义是不能成立的 那么活说完之后 接下去说活 这个活字 分别的情况比较简单一点 比较容易明白 因为这个比起活要单纯一点 所以接下去经文说 福次欧南 又你今这妙境见经 我以明和 我以暗和 我以通和 我以色和 和 是咸盖香喝 好像两个东西 就是像我们喝茶的杯子吧 杯子的杯子盖 跟这个杯子合起来 这样才叫做活 而现在啊 见经能见的作用 那么既然不是活活的活着 而是不是见经跟明相等相合呢 所以还有我对欧南说 哟 你现在 你的微妙清净的见经 是跟明相合呢 还是跟暗相合 还是跟通相合 还是以明来说明 说完之后 其他三种 例子可知 若明和 则 跟光明相合 跟光明相合 那个明相一灭 那个明的现象已经灭除了 那么这个见经就不能跟暗相合 因为 呃 圆的盖子只能和 圆的瓶子 方的盖子 只能和方的瓶子 啊 例如现在我们这里有两个瓶子了 一个是圆的 一个是方的 啊 假定说 这个圆的是明 啊 这个瓶子是明 这个见经啊 跟这个明相合 知道有明 而现在明离开了 现在你的见经 这是暗 这是方的 这个是暗 那你把明的 啊 跟明相合的见经 来跟暗相合 行吗 不行 不能和 掩盖 不和方啊 方的东西 啊 那你原来跟明相合的 现在暗现前了 不能跟暗 跟暗相合 这样子看起来 啊 啊 这个明和 可以啊 啊 暗就不能和 那你怎么知道是暗相啊 既然不能和 怎么知道它是暗的现象啊 所以至于暗是明相已灭啊 此见即不已诸暗和 这个见经就不能够跟暗相合 因为情况不一样啊 啊 假定说明是圆的 暗是方的啊 啊 圆盖要和啊 方的这个和子 这是不可能的啊 啊 那怎么呢 那既然不能和 可是奇怪了 你又能知道暗 你又能见到暗 本来不和 不和怎么能见暗呢 可见不是和 和意不能成立啊 呃 如果你见暗的时候 没有跟暗相合 啊 经文说 啊 如果你在见暗的时候 明相已灭 此见即不已诸暗和了 那你怎么知道有暗呢 云和见暗了 那你见能 怎么能够见暗了 因为跟暗是不相合的吗 啊 若见暗时不宜暗和 以明和则 应回见明 既不见明啊 缘和明和啊 而能了明回暗 这个意思是说 假定 我来会转记说 哎 我见明的时候啊 我是跟明相合的 暗啊 我不必和啊 暗不用和 不用和就可以见 假如一理想法是这样子的话 那时候的话 若见暗的时候不宜暗和啊 意思就是说 见明 我跟明相合 见暗 我不必于暗相合 如果是这个样子啊 呃 你只能跟明和而不能于暗和啊 啊 那么这样子 那么这样子和的邮件 不和的又邮件 哪有这种事情呢 那不和能见暗 那应当要不和能见明啊 啊 可是你跟明和 那就变成不能见明啊 因为暗不和可以见明 不应当用和来见啊 既不见明 永和明和啊 那没有见到明啊 那你怎么能够跟 说跟明相合啊 而人了知明 是明相 不是暗相 你知道它不是暗啊 啊 意思就是说 呃 要和才见 暗不和能见啊 那么应当就变成 要不和才能见 不和才能见的时候啊 那明也不必和啊 啊 那么 如果你和了才见明 那不叫做见 那就既不见明啊 云和明和 你不和的时候能见 那见明也不应当和 那和就变成不见 啊 既然不见明啊 怎么说 你跟明和你啊 以明和了之明 跟暗是不同 啊 了明回暗 了之明白 明白当时见到的是明相 不是暗相 啊 意思是说 你的见印当时一样了 暗不用和 明也不用和 明要用和 暗也要用和 啊 那你见暗不用和 那怎么用明又要和 能够了之 这个是明啊 那个是暗 这好像啊 这好像啊在这个道理上 是说不通的 啊 所以你说这个 你说这个建经与成竞相喝 应当不是 所以比暗于脱 几度秦色 一副柔色 秦只是一种语注词 这个就是说 既然跟明这样说 不能和 跟暗 跟通 跟色 道理相同的 一副柔色 也是这样 跟明的说法一样 都不能相和 所以这就说明 和 跟和 两种都不是 见经不以明暗和 见经也不以通色和 通通不对 既然不是和和 上面说明不是和和了 和和不成立 那么欧难又转机 那既然不是和和的话 那就非和和吧 那就不是和和吧 那么因此欧难就接下去 就明白佛 请问说 欧难拜佛言 师尊 如我思维慈妙绝言 余诸圆成 即心念律 非佛和也 非和和也 前面说和和不对 现在根据佛前面的说法看起来 欧难说 师尊 在我这样子的想法 我细细的去思维 慈妙绝言 就是指这个真如自信的见性 跟这个圆 跟这个圆 所圆的成定 就是外面的成像 明暗通色 这个成定 跟心念力 心念力就是能够去见 去分别的这个作用 这个心理作用 这样看起来 他不是和和的了 非和和也 也是以问词 欧难自己不敢断定 前面和和不对 那现在我想 那就是不和和吧 这是自然的转迹 这一定会这样的 说和和不对 那就是不和和 那么说不和和对不对啊 佛 接下去又加一货子 佛言 你今又言皆回和和 无福问你 慈妙见今回和和者 为非明和 为非暗和 为非通和 为非色和 这个破织的方式还是一样的 先用明以四种分别 来说明 现在我跟你说 和和不对 现在你翻过来 又说不和和 你既然又认为 决心不是和和的话 我现在再来问你 这个唯妙的 见经的自信 如果不是和和的话 它是不跟明和你 还是不跟暗和 还是不跟通和 还是不跟色和 这四种曾经里面 都不以和 是这样子吗 若会明和 这见于明啊 必有编判 必有编判 如果不以明和 那你的见经跟明相对的时候 中间必定有个界限 编判的那个判就是界限 判本来是填案了 那么如果说 那么如果说 见经跟光明不相和 彼此不和嘛 彼此不相和 那当然就是中间有个界限 中间有个界限 就是必有编半 有编币 有编币 有他的 机械的这个编辑 必定有编半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你细细地观察 若为明和 这一明 见一明有一个界限 有一个分级 有一个编半 那你细细地看 你且地观 何处是明 何处是见 在见在明啊 自何为判 你现在细细观察吧 你的见跟明 细细地地观去观察 明在哪里 你的见在哪里 明跟见 这个中间的距离的界限 在明 在见 自何为判 明跟见的中间 拿什么 做他的分级 做他的界限 这个不合啊 像什么呢 像 做墙壁的时候 做墙壁的时候 一块砖 一块砖 一块砖放进去 上面再来水泥 然后一块砖 虽然是整块墙壁接起来了 这个一块砖 两块砖的中间 必定有个距离 必定有个距离 有个编判 那么中天 有个编号